大家好,欢迎来到Phoebe's Kitchen飞飞小厨 今天要为大家示范的是321微波花生 材料有一包12盎司就是340公克的花生 一包蒜头三瓣八角三粒 我常常买这种生的花生 很多包放着 看看自己要用什么样的口味 不要买熟的 熟的呢,用油炒过会容易有油耗味 容易变质,那生的可以放比较久 首先我把这个花生加入两大匙的水 再加入一小匙的盐巴 来调味 那有一点水,等一下我们在微波的时候呢 比较不会浇掉 再把它混合均匀 也可以加入五香粉或加里粉 变化不同的口味 然后呢,我要准备两个盘子 大小要一样 把刚才混合了水跟盐巴的花生 放到盘中 把它均匀的剥开来 三瓣的蒜呢,把它拍碎 让它释放出蒜油跟蒜香 然后把它放到我们的花生中 再加入三瓣的八角 就像这样子,给它稍微拌一下 当然你要再放一些辣椒也是可以的 好,把它放微波炉 我们要微波三次 第一次 三分钟 好 要很小心 因为它很烫 尤其是三分钟的话 会有一些水蒸气 不要去烫到熟了 那再用这个饭匙呢 给它稍微搅拌一下 让它那个水气能够出来 再盖起来 进到微波炉 进行我们的第二次微波 第二次微波是两分钟 好 同样的 要小心不要去烫到熟了 它会有蒸汽 同样的 再把它搅拌一下 这时候你会看到 有一些花生的皮已经裂开了 那趁这个时候也要稍微看一下 有没有焦掉 如果有焦的话呢 表示说 你的微波炉的那个瓦数很高 可能就不需要再第三次了 但是我觉得我两次的微波 还有一点点的水气 所以呢 我决定要再第三次 那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 只要微波一分钟就可以了 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叫做321微波花生 三分钟 两分钟 一分钟 那为了让它能够量的速度快一点 我再把一半的花生 拨到第二个盘子里 那拨开来 让它只要一层就好了 不要有重叠的花生 等凉以后 我们再来装罐 一定要等到完全凉了以后才能装罐 否则有水气的话 我们的花生就不脆了 这就是今天为大家示范的321微波花生 下次再见了